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午餐我点得很清淡 就算不舒服 也不能不吃东西 这个也像你 嗯 不是自然界中的一对 海鸟和飞鱼算是鲤鱼的美好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 这片海鱼刚刚从眼洞中苏醒 万物都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 飞鱼也不例外 它无忧无虑地畅游在海里 直到有一天 它跃出水面的时候 一只海鸟恰好飞过 双目交汇之间 它们被爱的发现 竟然爱上了对方 从此以后 海鸟在上空徘徊不肯回去 飞鱼久久不愿沉入水底 后来 海鸟不停地掀着石头投到海里 终于累得要倒下了 它的身体渐渐沉入海底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它看到了飞鱼 而飞鱼也看到了它 这是它们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落泪 眼泪融进海里 就化成了鲤鱼的百胎生灵 但往往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 才能流传下去 就像这座小岛 大家渐渐忘记了它原本的名字 只记得海鸟和飞鱼在这里诀别 所以就用鲤鱼来称呼它 就用鲤鱼来称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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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 hacen garments 就用鲤鱼来称呼来 雨下 переход 最后一tit 要求再联系 坐一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在想刚才的事 一个小岛 在里雨的最难面 不过太荒凉了 只有出海的渔民 偶尔会在岛上歇脚 大概 他是去告别的 想好去哪里了吗 看起来 你有了更好的主意 好 我也不记得了 你是不是在想 怎么会有人喜欢一直散步 有时有 不过没什么名气 因为有不喝水 发呆了 怎么不一样 那 你更喜欢哪个我 不过来 小心 不可靠人的学习方式 你想的是哪种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非要说的话 可能是散步吧 没事吧 是很大 在我很小的时候 经常觉得海是有生命的 每一次浪花翻涌 就是她的呼吸起伏 什么 会不会不舒服 诊着我的手臂会好一点 偶尔能这样停下来 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这里睡着的话 会着凉的 转过去 衣服上都是沙子 我每天都有健身 你想从我这儿 得到什么反应 我每天都有健身 要不 我低下头 我知道 所以千金我 千金我 我就不会冷了 我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粘着东西吗 我都没注意到 谢谢你 抱歉 只是觉得你刚才的样子 很可爱 这些名字太复杂了 不如 我们画一个能代表自己的物件 怎么样 为什么是彩虹 比如现在吗 我们的我的天地 很想像这一样的样子 在我里面的地方 我们的家里的地方 我们的家里 在家里里来的地方 很多人都看见了 这是法罗 再离雨 也叫它回晕落 传闻流云湾一带 追逐潮汐的人 会捡到一种神奇的海螺 这种海螺 可以封存自己想说的话 所以也叫回晕落 可以这么说 你不相信 好 好了 听到了吗 吓到你了 抱歉 刚才骗了你 虽然没有能封锁流言的海螺 但下面这些话 是我想对你说的 这次带你来离雨 其实在我计划之外 在这之前 我没有和别人同行过 以前天气好的时候 我会沿着西岸线 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偶尔会想 是不是走着走着 身体就会被海浪淹没 在路上我遇到了很多人 但渐渐发现 他们只能为你引路 不能代替你走路 我也开始明白 想要真正注视这个世界 必须一个人走下去 这样的时刻像潮汐一样 在我生命里起起伏伏 但直到今天 我忽然发现 并不是所有风景 都要单独约会 原来两个人 见面见不说话 也可以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回头的时候 你正跟在我身后 踩着我留在沙滩上的脚印 一跳一跳地往前走 堆得城堡被海浪淹没 就会继续堆 为了看齐区血搬家 追了整条长长的交岸 怀里五颜六色的被磕掉了一地 只好要重新再见 有很多瞬间我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打倒你 你走得很慢 我也放缓了交往 并且依旧是朝涨朝落 唯有止境 我的心 却慢慢平静下来 我知道 离语还是离语 没有丝毫改变 真正发生变化的 是我自己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有你存在 好了 我说完了 那你呢 如果真的有 风存流言的海螺 会想对我说什么 没有什么话想说 真的吗 既然没有 那怎么脸红了 还是说 需要换个地方 你才会老实告诉我 错过来一点 好 说吧 想放在海洛里的花石 希望我能够拥有 最简单的快乐 只有这些吗 那为什么 都要避开我的世界 其实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现在抱着你 就是最简单的快乐 不要乱动 让我再这样静静待一会儿 等夕阳从这片交岸 完全褪去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慢慢回家 我们再一起慢慢回家 想看一座空城 嗯 嗯 嗯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这里是我除了光气 待得最久的地方 嗯 散步吧 不会 和你一起 都算第一次 嗯 嗯 嗯 路有点抖 慢慢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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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打扫过 只有一层浮灰 不像废弃了很久 应该是有人想留着这间屋子 但平时并不生活在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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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谢谢的时候 应该看着对方 为什么不敢看我 是吗 没吓到吧 是圣彼的宝 我爱你 我是说 这句俄文的意思是 我爱你 我想不会 也许 他想把一切交给时间 靠近点 我一切都好 冰阳山上的荷欢花开了 很漂亮 可惜没找到我们一起中的那个 我一切都好 又到了打年糕的季节 你现在 还喜欢吃红豆年糕汤吗 我学着做了几回 但总是没你的味道 我一切都好 下午出海回来 拿剩下的珍珠穿了条手链 本来想寄给你 不过还是算了 你大概也用不到吧 我一切都好 上次收到你的来信 还是半年前 那天路过你家门口 芒草已经长到床边了 我一切都好 最近台风 在家里待了很多天 没什么不好 就是有点无聊 我一切都好 你走之前送我的小说 还差最后一本没看 这段时间 视力便差了好多 我一切都好 前段时间 像船公药的水泥漆 终于到手了 准备在外墙上画点东西 只是 只是最近越来越看不清了 写的字有点难看 你一定会笑话我吧 我一切都好 这个月 和大家待在防空洞 暂时安全 但光线太暗了 写费了一张纸 有点心疼 我一切都好 今早起床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了相框 盯着合照看了会儿 始终瞧不清楚 不过还好 你的样子 早就刻进我脑海里了 还要继续吗 我一切都好 很久没有照镜子 昨天去理发才发现 居然长了好几根白头发 你呢 会不会偶尔偷笑 庆幸自己在我心里 永远是年轻的样子 我一切都好 今年又是暖冬 现在圣彼得宝的雪 应该很厚了吧 你最爱下雪 一定很开心 我一切都好 最近开海了 我想 趁自己还没完全失明 再去一次小梁恒 希望回城的时候 你已经结束了 挪威的短途旅行 海南 四十年前的秋天 从小梁恒出发的顺畅号 在帆城途中 遇到了暴雨 出海的二十多位船员 无人生还 你问的 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我一切都好 离开海岛 你会不会不习惯 这个问题听上去有点傻 又不适宜 怎么会不习惯呢 我一切都好 昨天在港口 做了一个下午 以前每次出海 你都会来等我 仔细想了想 好像 我从来没有等过你 我一切都好 虽然势力 退化了不少 但听觉 好像比以前敏锐了 海浪排大礁石 苍鹿掠过头顶 以前怎么没发现 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 想不想感受下她的世界 听到了吗 还有呢 我想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 只是走出了时间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所有的烦门 就让她永远留在这里吧 美的眼睛 看不清楚 所以 只好离你近一点 你想带出去 交给鹰 还在纠结吗 我想 这不能用对或者错来区分 你只是选择了尊重她的决定 就让他们在彼此的记忆中 都能拥有幸福和圆满吧 这个问题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 或许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嗯 我猜 我也不知道 我猜 我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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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海鸟坠落的前一刻 这份向死而生的爱 终于打动了海参 然而岭东将至 很快要冰封整个大地 于是海神劝出了一片海域 那里永远温暖 永远平静 海鸟和飞鱼虽然依旧被大海阻隔 但它们却甘之如意 飞鱼努力跃起身体 而海鸟 也愿意为它放低飞行 尽管相遇的时间只有短短四十秒 但它们永远在路上 永远不会停歇 永远不会停歇